传李公公的画 十四格格病在危机了 快点 走 来 来 菩萨在上 保佑十四平安无事 保佑十四 渡过难过 怎么样 十四格格好转了吗 李公公筹划过来 十四格格危在旦夕呀 这李大海 真的是这么说的 李公公 的确是这么说的 早前我刚和他说过话 他那边有消息 就一定会传话过来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自己为什么不过来回话 十四格格 在他身边 他不敢离身呀 太后您想呀 他也是宫里的老人了 这规矩 他可是懂的 说不定他现在 正在想折呢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让他来回话 喳 好的 别哭了啊 好 别哭啊 大夫啊 握着孩子的病 你看 你给强了啊 不哭了啊 来 他整你手上买了什么呀 你看 好不好玩 来 我看看 来 衣服拉开看看 小孩儿目黄深热 蛇智红酱 胎黄燥热 这些呢 全部都是黄胆的症状 可得当心呀 我先开一个 清热解毒 凉血开窍的方子 你拿回去试试 谢谢大夫 这药方上呢 有麦冬 陈皮 白勺 枝子 白戒子 天冬 圆参 花粉等药材 棉浮树铁 应该很快就可以见效 如果希望可以好得利索一些 加上千斤西角散 那是最好不够 千斤西角散 那是很贵的吧 那也没有什么比孩子健康更重要的 这些钱你拿去吧 哎 夫人这不行啊 小陈 这怎么行呢 你已经不收诊费了 这钱我不能收 没事 拿去吧 多的我也帮不了 这些钱呢 就拿去给孩子买些营养品 希望我下回看到他的时候 他能健健康康的 谢谢 好人会有好报的 谢谢 快给孩子去抓药吧 谢谢大夫 谢谢大夫 大夫谢谢您啊 走吧 谢谢 谢谢大夫 哎呀 夫人 像您这种行李方式 三爷很快就宣报破产了 能帮一点是一点吗 他家境要是好 早就去找免疫诊治了 还用得着 上咱们这破衣摊来啊 夫人 您这话小的可反对了 这附近十里八乡 谁不知道 您出身医学是假 是真正的神医 好了 没给你糖吃 用不着宫尾 哎呀 哎呦 大夫 您快给我看看 我肚子啊 好痛啊 我来把他摸 哎呀 哎呀 你快点 快点 来 哦 另一只手 舌头伸出来看一下 好 慢走啊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注重的是赔 和 通 输 养 这五个步骤 现在药是开给您了 但光吃药是不行的 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的人 平常要多注意善养心神 还有啊 少发脾气 这样才会长寿健康吗 大夫说得对啊 我这个脾气啊 是应该改改了 昨天晚上啊 刚把老伴给打跑了 这怎么行呢 等一下赶紧抓完药 派个人把他接回家 赶紧 谢谢大夫啊 谢谢大夫 谢谢 师母 师兄 师母 您什么时候到的 来了有一会儿了 兽医 我看你现在看病人 把病人越来越当自己人了 不错 不错 还是师母您教导有方 师母 不知师母巡视医馆 有什么吩咐 过几天 是什么日子啊 我当然记得 是师父的寄予 祭祀的事情 孩儿已经安排好了 请娘不要再担心了 你们还记得吗 我曾经承诺过 要把祖传秘方 传给你们 师母 我觉得您 还是让师兄去配置吧 毕竟师兄 才是安家的嫡子啊 之前 我让你 在天兰和秘方之间 做出选择 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 毕竟你对天兰 有那么多的感情 这一点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承蒙师母跟师父 带我进安家 我从小把你们看成 亲爹娘一样 我绝对不会对安家 怀有二心 如果师母 对我有怀疑的话 我任凭处置 起来起来 起来 我把你当自家人看 所以才说出心里话 放心 祖传秘方 迟早是会传给你们的 师母 您也可以放心 只要您 把安家的秘方传给我 我一定会替安家 发扬功大 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 好 天兰 天兰 你怎么来了 我到附近收笔账 顺道绕过来看看你 对了 我把吃的给你带来了 天兰 你怎么来了 你别光想着病患了 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我 他 怎么 他呀 好得很 没出事啊 就随着他娘到处不失意诊 心善积德 我相信 老天爷将来 一定会特别眷顾这孩子的 嗯 天兰啊 苦就苦了我这个做爹的 天天忙生意 我早出晚归的 不能照顾你们母子俩 可你有得每天在这儿出诊 好 好了 你就别埋怨了 对了 过两天是我爹的忌日 我想 回一趟娘家 我知道 可是你有身孕在身 不方便 还是我去吧 怎么 你是担心我见了手艺 会跟他闹尴尬 我不是担心你 可是 是 手艺的 天兰 当初是他选择 退了这门亲的 如今我娶了你 以堂堂女婿的身份前往 他还能为难我不成 你不只是为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 刚才 一听说你要去 我心里面突然一紧 可是也说不出理 是 怎么会这样呢 宗官好 嗯 你能确定现在 十字格格不行了吗 会积了宫里所有的太医 可就是瞧不出什么病来 时好时坏 哎 昨个还精神 今儿个又拧拧下去了 这看来啊 太后 会把这太医院给烧了 就是把整个紫禁城都烧了 也救不回十字格格的命啊 依我看 还是试试宫外的神医吧 神医 哎 就是你说的那个安家呀 嗯 传说安家有一个秘方 叫还昆丹 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那秘方呢 我想此时去找方守医 给他点好处 应该会得到秘方 嗯 这个好处不外乎名利两字 只要给他点钱 再给他个官位 这绝世秘方 不就是总管大人您的了吗 嗯 不过我告诉你 一会儿 上太后呢 你说话 要谨慎点 明白明白 走了 小的张 奴才在 你觉得李大海的话 可行吗 嗯 回皇太后 听了李大海的话 奴才觉得 也只能去试一试了 照你的说法 就是要拿十四格格的命 开玩笑 打算是 死马当活马医了 奴才不敢 奴才万死 也不敢拿格格的性命 开玩笑啊 其实宫里的太医 也都没辙了 咱们前 也只能让安家的人试试了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老让我这个白发人 去饶黑发人的性命呢 啊 太后 你可别气坏身子呀 这十四格格的病 新许 就用那些 偏方妙药 才能够治得了呀 罢了罢了 李大海 奴才在 这主意 既然是你出的 这件事 你就全权去操办吧 奴才遵旨 方先生 门外来了一个人 指定把这条子给您 啊 手艺兄弟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但真的不行啊 安家有安家的规矩 所有的药 都在安家配好后 再拿出去服用 更别说什么秘方啊 还要在皇宫配 开玩笑 师母肯定不移的 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这个样子 怕着怕那的 不是啊 你不明白 自从退了跟天兰的婚约之后 我等到现在 师母才有再提起 传授秘方的事情 哦 嗯 那么说 安老太太 倒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了 当然了 哎 你也知道啊 师母从来都不喜欢 跟宫里面的人接触 我见你每一次 都是偷跑出来的帮你 这次啊 师母真的传我真把势了 我们以后还是少一点见面好吧 你个臭小子见法变卦了是不是 不是当初让我在宫里给你谋差事的时候了 我知道 我知道大哥对我好 想提拔我 我对你的感激啊在心里面呢 可是 你这次 要我进宫给十四哥哥看病 你知道吗 我是方家唯一的毒苗啊 我 我要去传宗接代的 我 我 好你个臭小子 你当我李大海什么人啊 不是傻子你涮来涮去的 先别说你方家香火不香火 我告诉你 这事儿我已经禀告给总管大人了 他可是对安江的秘方很感兴趣 再说了 十四哥哥命拳一切啊 危在丹西 这宫里 你是愿意也得去 不愿意去 也得去 大哥大哥 我熬到现在 终于有机会 等到出头的日子了 所以你放过我吧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我拿到蜜蜂 我一定孝敬你 可可那个进宫看十四鬼鬼 你放过我吧 你想当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啊 进不进宫还得你说了算了 我实话告诉你 想必宫里的人 现在已经堵了安江的门口了 什么 来 安家人听旨 奉天成运 圣母皇太后诏曰 安家速速进宫 救治十四格格 不得有物 钦此 千岁千岁千千岁 来 娘 紫气三分 蓝痰五种 仙允佛运 恰好积珠 娘 这什么意思啊 你手里拿的 就是还魂丹的秘方 娘 当初 我们答应过手艺呢 我一直把手艺当做是我的亲生兄弟 可是现在 这么多年 你还不知道她的为人吗 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恶 她自私胆小 在我们家这么多年 她就是冲着这个秘方来的 她 这串佛珠 你拿着 你妹妹很聪明 她见了娘给她的这串佛珠 她会明白我的意思 娘 那 金工给十四格格看病的事 你怎么打算 大祸要临头啊 儿子 儿子 收拾收拾东西 赶快走吧 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想一想 宫里那么多的御医 都无力回天 我们安家 比他们强到哪儿啊 天底下治不好的 就是绝症 那 那 为什么皇太后 还下这道圣旨呢 为什么 可不就是为了得到咱们家的秘方吗 为什么 儿子 宫里的事 你不用担心 有娘撑着呢 到你妹妹那儿去 躲上一阵子 等风平浪静了 再说吧 娘 可是 听娘的话 收拾东西走吧 娘 娘跟你说 赶快收拾走 他 是 您 您 还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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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出去说 怎么样 十四格格的病还有救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医术虽好 但是还没有安家的精湛 我看格格的病 好像挺难治的 不过这事 说来也怪 这么要命的事 安太太怎么不让他自己的儿子来 因为师母 觉得天阳这个人比较毛躁 所以一般都交给我去办的 我看未必吧 大哥 你什么意思 这安太太一定有诈 不过这样也好 那我就见机行事 这可是要命的事 我要的就是安家的秘方 既然他们安家不识抬举 那就不能怪我了 那 那我该怎么办 放心 我安排好的 不怕他们不中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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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少爷 快去吧 管家 家中的一切 您可得帮忙照看哪 尤其是老夫人的身体 放心吧 少爷 您一路上要小心 按老夫人吩咐 您到了小姐那儿 不要急着烧信回来 免得被朝廷上的人给盯上 一切呀 等躲过这阵子再说吧 放心吧 你们什么人 把他给我召回宫里 是 上队 走 快 老夫人 少爷送走了 好 安家这一次是凶多吉少 令伯 你到库里支些银子给下人 让他们都散了吧 这 老夫人您这是 你也收拾收拾 也走吧 可是您呢 老夫人要是不走 我也不能走啊 现在不是较劲 现在不是较劲的时候 我要是走了 你们谁都逃不了 他们这是 背着我们安家来的 我不能让你们 跟着安家一起遭殃 还是走吧 快走啊 快走啊 我们安家 是要遭劫难了 菩萨保佑 所发生的一切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快走 跪下跪下 是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抗旨不遵 想逃 你们娘俩胆子不小啊 我娘说了 哥哥的病肯定是治不了了 宫中那么多的御医 你别想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你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我已经上报 说十四哥哥 正在接受你们安家治疗 这责任 你想不扛 也不成啊 你这个死太监 你这个死太监 你不放手 你喜欢骂 就尽管骂吧 十四哥哥的病 瞧不瞧得好 还得看还魂丹的药效如何 说 东西呢 蛤 呸 白日做梦 我告诉你 我们安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绝世秘方 别作梦了 是吗 哥哥该服药了 哥哥哥哥哥哥 快 快请安家神医 快呀 好的好的 哥哥 哥哥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禀告了皇太后 十四哥哥吃的就是你们安家的秘方 讨论你拿不出秘方 万一十四哥哥有个傻子 你安家掉的可不是你一个人的脑袋 就连你嫁出去的妹妹 朝廷也是不会放过她 什么东西 你给我吐出来 给我吐出来 你小子敢咬我 起来 公公 公公 断气了 他嘴里有东西呢 张嘴 公公 您看 这什么意思啊 方兽医呢 还在等着呢 大哥 您把天阳找来了 不是找来 是抓来 这不他已经招认了 秘方就在他娘手里 你想对天阳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啊 他不肯拿出真材实料 配错了药 如今十四哥哥的性命难保了 不可能吧 我和天阳 不会配错药的 你 大哥 你 没错 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 我把药给换了 为的就是逼安家拿出蜜蜂来 你 李大海 你当初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 现在重要的 不是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 重要的是 你赶紧回去叫你师母把蜜蜂交出来 师母 安家将是满门抄斩啊 好好 我马上回去 我一定让师母 把蜜蜂交出来 哎呀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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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好了 师母 师母 不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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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干的好事 怎么商务还是好好的 吃了安父的药 怎么就不行了呢 回皇太后的话 奴才只是听说 安家的还魂丹 又起死回生的妙用 我知道他 什么还魂丹 你这还魂丹 简直就是害人的毒药 小的账 牟才在 想安排十四哥哥的后事 嗯 明天上午之前 我要让安父 在这世上彻底消失 一位 十四在天之灵 不 不 遵旨 十四 路上千万要小心 早去早回啊 哎 我只是去你娘家一趟 这沉南沉北的 相聚不过极底路 你瞎操心什么呀 啊 我也说不上来 这两天 心里边总是闹得慌 要不 我跟你一块回去吧 哎 你听话 你别忘了 你还怀着呢 可是我 哎呀 放心吧 我现在就出发 五十前到达 祭拜完你爹 说不定呢 天黑之前就能赶回来 哎呀 你呀 在家里呢 好好歇着 别总瞎操心 这有的 没的啊 啊 在家里 乖乖听你娘亲的话 等爹回来啊 啊 进去吧 我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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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门怎么开着呢 不能开 有人吗 有人吗 爷 这可怪了 安府今天怎么冷冷清清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是有点不太寻常 进去看看 好 爷 我先请你看看 走 走 岳母 夫人 岳母 小臣 快 等夫人 岳母放下来 快 好 岳母 夫人 岳母 岳母 岳母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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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黄太后一旨 安府抄家备门 不留魂口 去 岳母大人 爷 岳母大人 咱们来迟了 岳母大人 老夫人她走了 谁能告诉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都给我搜仔细点 一间一间的 给我好好地搜 是 快快 快 那边那边 门壁的屋子 我们好好地搜 快 爷 我出去看看 你们这是干嘛 你们这是干嘛 小臣 小臣 小心 其他的人到那边去 是 好 夫人 夫人 这么晚了会是谁啊 夫人 小辰 小辰